好 政院打算开放日本福岛县以外的 核灾四线食品进口 传说有绿营县市长跟中央立场不同调 引发质疑 连自己人都不挺 就怕外界多做文章 今天13位绿营县市首长 是发出了联合声明 想到日本食品进口管制措施 只要坚持四项禁止原则 他们的立场是跟行政院一致的 核灾食品或者辐射食品要进来台湾 甚至进到基隆 我想这没有任何人可以接受 蔡政府拟开放日本核灾区食品入台 15号贾义市和金融市首开枪表态反对 引发连绿营内部都不同调的质疑 不过16号行政院开记者会 标明绿营执政13县市的立场与政府一致 经济党执政的13县市 那通通已经达成一致 他们对于这个声明通通已经签署了 是由我们行政院副院长一一打电话 那也把这些声明跟他们确认了以后 那他们会把连署书寄回来 一通电话扭转情势 绿营执政县市首长通通口径一致 坚持四项禁止原则 包括了福岛县食品禁止进口 群马 栗木 磁城 千叶四县市的茶水 婴儿奶粉及野生水产品等等是禁止进口 而群马四县市为付官方产地证明及辐射检测 证明双证明的食品是禁止进口 以及美国及日本不能上市的食品 台湾也是严格禁止 那么我代表13个执政县市 我们也对外来澄清 在这个立场上 我们是跟行政院的立场是一致的 综合国内的讨论的一些重要原则 我想各个县市长立场都是一致的 就日本非福岛地区食品进口管制措施 民进党内从上到下消除旗舰 统统立场一致 但民众能接受吗 食品安全的保障 怎么做到让民众安心 蔡政府还得伤脑筋 换讯有廖老婆 苏宏杰 蔡介林 台北报道